首先的話呢這個他這一題就是簡單計事 裡面的話呢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說我要新增資料的話這邊有多一個add 你按一下資料新增之後他除了會新增到我們的database之外 他也會再怎麼樣呢把它秀到我底下有個list view 那比如說我隨便新增一筆資料好了 我隨便打幾個字好了 隨便打add 新增一筆資料 那再把它刪掉好了 這個地方再隨便打幾個 然後再add一下 OK兩筆資料依此類推一直往下 那這個是新增功能 他除了說呢可以新增到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實際上這兩筆資料呢在資料庫裡面也存放 另外呢他也把它怎麼樣再讀到底下一個list view list view可以把它秀出來 第二個是說如果我要修改跟刪除有沒有辦法呢 比如說我點了其中一筆 你會發現了點下去之後 這兩個按鈕會自動怎麼樣 本來是disable 是不能夠 去改變的 那這個時候當你點選之後你可以在裡面 做一些些的資料變更 比如說我這邊後面再打幾個字進去 按下update 那各位可以發現呢 他按下update的時候呢 就會直接怎麼樣把這上面的資料 直接變更 儲存到資料庫裡面 特別說這個後面有個資料庫 再把它讀到這邊來 所以中間還是會有個資料庫在這裡 那一樣的方法 如果我要刪除哪一筆資料的話 我點了這一筆資料 這兩個按鈕 比如說我按下delete 的話 他就會把這筆資料給刪除 除了 他會先從那個資料庫裡面的部分 先把它刪除 本來有兩筆資料 他會先把第一筆資料刪除之後 然後再更新一下 這個list view 這個list view裡面的資料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把資料查到這裡面來 所以 這個範例裡面就有 新增 修改 刪除 查詢 OK 那這個運作的模式的話 怎麼做 各位第一個 先去把這個雲端上面的那個 分享區裡面 記得是這個 這個把它下載一下 安裝 第二個的話 各位請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 TQC加的數科 這個題目 當然 如果你們有買那個題庫的話 也有 也一樣有這個 這個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話 是在 第210題 題目部分的話 如果已經安裝完之後 稍微看一下 這一題 主要的要求 大概要做到什麼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去考證 然後好像有幾個同學對那個證照考試 非常感興趣的話 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這個題目 那其實這個題目 他 洋洋傻傻 總共有4頁 4頁 那各位 稍微把題目的 這個題目說明 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設計說明 最後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評分項目 OK 那等一下 我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一題要怎麼解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ấc 鍋 Gedanken Gift 哈 傻 傻